流動寬頻成為大趨勢 電訊管理局表示 去年本港有770萬流動寬頻的用戶 比前年增加166萬 連流動數據的用量也倍升 對於公平使用政策指引 將會在下星期一生效 電訊管理局強調 新指引目的主要是增加服務透明度 以免消費者被誤導 同時禁止流動服務供應商 提供有限制的無限用量服務計劃 但並沒有禁止營辦商提供無限計劃 電訊管理局說 如果營辦商未能提供真正的無限服務 可以考慮提供高用量服務計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重報導